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24天 在劳苦愁烦中绽放 某些人对生活的感悟 与莎士比亚作品《麦克白》中的那三个女巫 没什么区别 困苦愁烦 再加困苦愁烦 我的人生观是在朋友的提点下才改变的 朋友的观点不无道理 他认为 从某种角度来说 人生就像一场考试 一道难题 接着一道难题 没人能够始终一帆风顺 在各种各样的挑战面前 如果你不能保持积极心态 在当下绽放 你就永远无法找到满足 传道书的作者感叹道 神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要学会活在当下 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 生活就会从指缝中溜走 你将永远无法享受生活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章第四节 信靠 尊崇 荣耀神 在真言作者看来 解决劳苦愁烦的最好办法 就是敬畏一和华 也就是说 我们要活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 信靠 尊崇 荣耀他 作者写道 敬畏一和华的 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 不遭祸患 接下来 作者分析了导致麻烦的各种原因 第一 懒惰 在本段经文中 懒惰被看成是酝酿忧患的主要原因 懒惰人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巷口撤回 他也不肯 懒惰人因东寒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讨饭 而无所得 第二 完事不公 当今世界 完事不公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生活态度 谢曼就是完事不公的一种表现 谢曼的态度 甚至侵蚀了教会 我们要提高警惕 因为谢曼会带来大麻烦 第三 怨恨 恶毒 导致麻烦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诚实 不善待父母是遗修至乳的 匪徒做见证 细笑公平 恶人的口吞下罪孽 第四 滥用毒品 酒能使人谢曼 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错误的 酒无智慧 很多麻烦都是由醉酒引起的 很多人犯罪 也是因醉酒或沾染毒品 第五 争吵 远离纷争 是人的尊荣 愚忘人都爱争闹 主啊 感谢你 因为你帮助人找到真生命 我们感到真满足的原因是和你建立了关系 请帮助我 不要让我陷入险境 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 七章 十七到三十五节 全心是主 导致我们这一代人 焦虑和懈怠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不断与人比较 并且担心错过机会 解决这种心态的办法 就在今天的经文中 保罗说 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 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神为你预备的 保罗不但提出了原则 也指明了该原则 在各种情况下的应用 对基督徒来说 蒙昭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就应该守住这个身份 保罗提出了三个例子 婚姻 割礼 和为奴 初代教会的力量微小 基督徒没有能力 推动废奴运动 守住蒙昭时的身份 这个教导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非常广泛 除非基督徒在从事非法 或不道德的事 或者他得到神明确的呼召 否则此人不应该 以信仰为借口 离开正在从事的工作 因为神呼召我们入世 而不是出世 保罗希望基督徒 能够免去生活中的繁愁 不要给自己平添 无谓烦恼 在看待结婚和独身这个问题时 保罗的首要关注点是 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这也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首要目标 保罗提到了独身的好处 耶稣也是独身 耶稣曾说某些人独身是不得已 还有些人是为了神国的缘故 刻意选择独身 不得已守独身 是个很艰难 很痛苦的话题 但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 以及保罗在本段经文 所论述的 皆非这种情况 保罗的意思是 某些基督徒为了全身心 投入神国侍奉 刻意选择不结婚 这种选择可以是暂时的 也可以是终身的 单身的缺陷显而易见 对单身人士来说 最困难的事情恐怕有三 第一 因为缺少深层的亲密关系 而产生孤独感 第二 难以享受性生活带来的满足 第三 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 但保罗同时指出 独身的优势也显而易见 第一 生活简单 保罗说 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因此 不要给生活家添无畏的烦恼 凡事从简 无论是在婚姻中 悲哀中 还是在喜乐中 甚至在像购物这样的日常琐事中 都要尽量简单 简朴 但保罗并没有禁止人结婚 就像他没有禁止快乐 哀哭和购物一样 保罗只是说 与服事神所带来的荣耀相比 所有事情都显得黯然失色 我们应该脱离世界的辖制 从这个角度来讲 单身人是更容易过没有牵绊的生活 第二 较少分心 这尤其指基督徒面临逼迫 在本段经文中 保罗指的是当时的特殊处境 因现今的艰难 保罗写道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人的时间 精力和财力都有限 毫无疑问 经营婚姻意味着付出 不管单身状态是暂时的 还是永久的 保罗呼召人们多看独身的优势 基督徒完全可以活出一个自由满足的单身生活 就像耶稣一样 在另一封书信中保罗谈到 婚姻其实只是个影像 它反射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人生的根本意义都在基督里 单身和结婚都是神的恩赐 真正重要的是全心全意 殷勤服侍主 人们通常认为 结婚一定比独身好 进入婚姻才是人的唯一归宿 但本段经文提醒我们 不要否认单身生活的优势 基督徒完全能过一个 硕果累累的单身生活 主啊 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境遇 请帮助我们感到满足 帮助我们过上套神喜悦的生活 帮我们行合宜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旧约圣经 传道书四章第一节到六章十二节 享受工作和人际关系带来的祝福 传道者继续论述生命的虚空 他认为生活充满了劳苦 患难和仇烦 传道者提出 不但身居高位的人会经受虚空 那些一味奋斗 一味劳苦的人也会经历虚空 并被难以降服的欲望控制 传道者的人生观看似消极悲观 但他却指明人如何在劳苦愁烦的一生中绽放自我 第一 工作 没有工作 无所事事 绝对不好 愚昧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只知工作也是一种愚昧 有人孤单无二 无子无凶 竟劳碌不息 眼目也不以前财为足 他说 我劳劳碌碌 刻苦自己 不想福乐 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劳苦 对于工作 最佳状态是保持平衡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 劳碌不丰 劳碌的人不够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富足人的丰满 却不容他睡觉 第二 关系 传道者谈到建立关系的好处 这些关系包括婚姻 友谊 以及团队 首先 关系带来合作 合作使得事半功倍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德美好的果效 毫无疑问 合作的功效更高 第二 关系意味着 获得更多帮助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第三 关系带来精神 以及身体上的支持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无论是友谊 还是婚姻 让他兼顾的根源 是加入了第三根绳子 即今天另外两段经文 所提到的 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 以及敬畏神 主啊 请帮助我们 避免那些不必要的 劳苦愁烦 并且能够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 请帮助我们 不只是活着 而且能够绽放 请帮助我们 尽情享受生活 体验它的丰盛 佩博的补充 传道书四章四节 我又见 人为一切的劳碌 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临舍嫉妒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这个观点 有点愤世嫉俗 嫉妒具有毁灭性 但有时 小小的竞争无伤大雅 它甚至是有意的 能驱使人们 做得更好 今日今句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 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 我吩咐各教会 都是这样 格林多前书 七章十七节